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前健康对于孕妇和胎儿健康都有很强烈的关系 因为这个健康的情况可以延续到后代 其实人前的健康比怀孕期的健康有更大的影响力 当中在人前两三个月为关键期 因为这段时间可以优化了卵子和精子的功能 而且也可以培育到胎盘的早期发育 所以人前的健康是很重要的 至于我们可以怎样去进行一个好的人前健康呢? 首先我们的体重要达至理想的目标 我们每一个星期可以走四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 这样可以有助降低阴神堂尿病的风险 而且一个理想的体重指标可以降低先兆指尖 阴神堂尿病 早产巨大婴和死产的风险 产后体重回落对于下一胎的孕期健康也有正面的影响 不过各样都要平均和适量 至于生活上我们要作息定时 戒烟 戒酒 减少咖啡因 这些都不能避免的了 因为吸烟可以引致流产 功耐生长受限和低出身体重 至于酒精可能会引致胎儿酒精泡系的障碍 不过就可能要减低的分量 因为咖啡因引致的低出身体重 其实和受酒精影响的情况是相弱的 如果你本身有一些健康状况 其实都可以怀孕的 不过记得要进行妥善的控制和稳定情况 如果有些药物可能会影响胎儿结构 我们会建议你先转用适合怀孕期使用的药物 最后避免多药的治疗 这样你的情况就应该容易控制得多了 人前亦都需要吸取适当的营养 其中包括了铁质 铁质是製造血球上的红血蛋白重要的因素 因为红血蛋白可以帮助氧气输送到全身 减少了怀孕期的贫血 产后出血和胎儿发育不良 第二种就是DHA 或者我们经常听到的奥米加3 它能够提高你的生育能力和卵子健康 怀孕的时候可以促进了眼睛 神经系统和大脑的发育 都有些数据发现它可以降低了早产的风险 第三种就是身 可以令到你的胎儿和胎盘的生长 和神经管的闭合有帮助 钙质有助胎儿的骨骼 血管和心脏的发育 它也可以降低了先兆子健和拼平发症的风险 癫质就是一个甲状腺内功能的必要条件 有11% 即是九分之一的女性 发现会有甲状腺的功能减退症 所以我们可以从饮用的食水 海鲜或者癫盐吸取回电质 最后就是维他命 维他命有很多种 维他命B9或者我们经常听的叶酸 它能够帮助或者预防神经管缺陷的风险 可以降低它的风险多达70% 而且它也可以降低了先兆子健 流产 低出身体重 胎儿发育不良 胎死腹中 生生而死亡和自闭症的风险 另一种维他命就是维他命C 维他命C原来是有帮助铁质吸收的功能 而且它可以预防坏血病 还有一种的维他命就是维他命D 它能够帮助铁质吸收预防拘留症